今天我們一家人的主角 是來自印度的主廚迪拿斯 他原本呢 在當地的五星級飯店工作 那幾年前 因人寄會來到台灣 也靠著他的好手藝 繼續在台灣餐廳工作 剛出爐的烘烤雞肉 加入薑 蒜泥 以及辛香料葫蘆巴 跟奶油一起煨煮 靈魂主角自製的蕃茄泥 提點咖哩風味 這道招牌奶油咖哩雞 搭配烤餅入口 讓舌尖彷彿來到印度旅行 我覺得它的味道就是很正宗 然後是很獨特的印度香料味 然後我在別的地方都沒吃到 除了雞肉 還有這一道扁豆羊小排 香料醬汁再加入鷹嘴豆 跟羊肉一起燉煮 前置作業耗食又費工 也因此台灣少有印度餐廳供應 它這一道香料的這個燉羊肉 我覺得比外面好很多 要沒有羊香味 然後它沒有什麼腥味 然後它的香料裡面 就是層次很豐富 這些道地料理出自印度廚師 迪拿斯之手 原本在印度知名飯店工作 好手藝藏不住 跨海來台 演繹新香的味覺饗宴 我希望去外面 然後老闆給我一個好機會 所以我來這裡 然後我看到這裡的環境 很好 所以我們的公司也很好 所以我來台灣 很喜歡 新香料與堅果葡萄乾 一同拌炒 混合鍋中的長米 跳動著絕妙滋味 這一道克什米爾香料飯 以克什米爾山上 油雪覆蓋 所以用椰絲當作下雪意淨 克什米爾也產羊毛 當米飯與椰絲攪拌時 吃起來口感宛如羊毛般綿密 我們可以分析 這裡的香料和這裡的香料 這裡的香料是不同的 然後我們自己想 這裡的香料 我們可以放在這裡的香料 然後我們可以做 一樣的香料的香料 迪納斯發揮所長 用台灣在地食材 融入印度香料 勾勒出具有文化 與生活體驗的家鄉味